盡快的時間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表示歡迎 並且我們會支持國歌法盡快的訂立 希望透過立法釋放一個清晰的信息 其實這些一國的象徵我們需要尊重 我也期望市民可以透過審議的過程提出意見 也可以更了解國歌法的內容 對於國歌法的內容 其實市民如果仔細去瞭解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蓄意去貶選國歌 才有可能會受到刑罰 市民亦都有一些說法就說 市民很可能不會有機會誤墮法亡 但其實亦都不需要太擔心 我也都呼籲如果有意見的市民 都可以在國歌法審議期間提出 至於對於法例要求就著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 法官立法會議員宣誓的時候 播唱國歌這個要求 我們認為是非常合適的 因為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其實這些都是行政機關的核心組成部分 如果在宣誓前一個這麼莊嚴的儀式 就唱國歌亦都體現到一國兩制的意義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更加掌握國歌法的內容 亦都希望接下來立法會可以順利去推展 當國歌法提交立法會之後 民建聯都會積極推動我們的黨友 加入國歌法的審議 亦都希望和香港市民一起去完成這個審議 讓國歌法盡快完成本地立法 看看大家有沒有補充 謝謝 我絕對不相信法例會限制任何在一個莊嚴場合播國歌的 因為我相信這些團體播放國歌的時候 都是顯示的 對國家以至國歌的一個尊重 其實正如我剛才多番強調 只要大家不是刻意去貶選國歌 或者是利用這個機會去貶低一國的話 我相信法例亦都不會對大家構成有任何實質的影響 我認為如果能夠盡快提出檢控 這個肯定是好事來的 但我也尊重行政機關或者守證機關 如果它需要在個別的情況下 需要更多時間去守證 這一點我們都會在法院委員會裏面再向行政機關了解 因為如果真的需要 我覺得我們亦都不能夠說 因為有個時限而是不容許它有一個更長的時間 或者看看我們的黨有否補充 我想最主要就是 看看那個人有沒有真的做一些貶選 或者是侮辱國歌的行為 如果他真的有蓄意去侵犯國歌去犯罪的話 我想其實我們根據法例 向他檢控 我相信大家都認為是一個適合的決定 今天我也聽到局長也有提過 一些情況例如如如意外投場 牽涉到可能如果有很多人 他同一時間去作出這個犯法的行為 在這些情況之下 檢控機關可能就需要多些時間的守證 所以在檢控的時限裏面 其實希望能夠有一個空間給檢控 這方面我相信在法國委員會裏面 亦都會我們的同事 就著這方面 亦都會向局長作多些了解 究竟這個檢控的時限 是否是一個適當的時間 我相信在法國委員會裏面 會有一個充分的討論 宣誓的時候 即是就國歌 你們覺得有甚麼情況之下 例如議員遲到 議員員在籍 或者他們是否不唱 那些情況是否果然構成BQ他們呢 其實宣誓是否符合宣誓及聲明條例 我相信是整體這樣看的 簡單來說 我認為議員其實如果擔心 只要他真心實意擁護基本法 真心實意去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其實就不需要擔心自己宣誓無效的 所以我也都不會相信 因為一點或者一個行為 而是去判斷整個宣誓是否有效 總體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要我們真心實意效忠基本法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宣誓是會被採納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議員不需要心中有鬼 如果心中有鬼的 也都擔心自己是會被DQ 那可能其實他是否真心實意去宣誓呢 這個反而是要問的 其實宣誓是否有效呢 已經是一個有既定的法例 去看著過去也都有個案 也都有判詞的了 我相信大家其實很明白 怎樣的宣誓才是有效的 那至於國歌法對於國歌法的落實和執行呢 那我們就會自然在法院委員會去詳細審議 那至於哪位成員加入呢 那麼我們當然都是歡迎我們民建聯 有意去審議國歌法的議員加入 暫時我們未是討論有多少位成員加入 但是過去我們都是如果議員希望加入去審議 我們是希望有更多議員參與 我想我們會跟建制派協調 是的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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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